你的國文程度怎麼樣 如果看我們下面的這則新聞的話呢 你可能會跟我一樣 國文程度不及格 不是我們不認真學習 而是我們從小到大學的 很多字的發音呢 現在說都是錯啦 友誼 不是講你輩子都在唸友誼嗎 現在說是友誼 這樣子的字一大堆 怎麼讀法亂七八糟 這樣學生怎麼學 老師怎麼教 如果你要點肉燥飯加蛤蜊湯來吃 你會怎麼唸 肉燥飯或者是乳肉飯 我的印象中是唸蛤蜊 蛤蜊念蛤蜊 肉燥念肉燥聽起來沒有錯啊 但教育部國語一字多音審定表 改革不停 隔離早就不是隔離 要唸隔離 肉燥也變成肉燥 欣欣學子的欣欣要唸 聲聲 呱呱墜地唸 咕咕墜地 友誼變成友誼 骰字唸成頭子 一字多音改革不停 映然名願 所以這兩年的審定呢 非常非常的近 那這麼頻繁的審定 真的對我們 從事第一線教學工作的人員 的確是有一點點的困擾 不只小學生 武薩薩就連老師也抱怨 一字多音異質感 在審定表公告期間 又有試用版念法也不同 就連台中市的教育局長也念錯 那家長如果說沒有看著課本的標準答案的話 他們常常反而會把小朋友寫對的反而又要他糾正回去 光是欣欣學子的心一下念心一下念生 學生家長老師唯一的共識就是 賣夠蓋呀 中文修理人評論 今晚台中 財富不動